本顿色系高杨联帽T恤上头印着小熊维尼图案 看起来非常可爱 吸引民众在网购平台下单 但收到货很傻眼 因为长这样 不仅颜色感觉有落差 连图片也根本不一样 小熊维尼变成五尾熊 让这名网友气得发文 po出跟卖家对话记录 他说这根本不是维尼啊 殊不知卖家却回他 中国这边这个就是维尼 让他忍不住回呛 真的睁眼说瞎话 两只长不一样你看不出来 其他网友看了也都笑斑说 中国怎么能卖维尼呢 当然只能出卫雄 还有人板凤 中国卖维尼会被消失 蛮瞎的 怎么说 就是他一点都没有小熊维尼的感觉 怎么会是 这有点像那个 那个卫雄啊 我觉得这差有点多 太夸张 怎么说 就就是有点跟原本想象差太多 上网购平台查看 这件小熊维尼帽T还是上架周 而这位卖家商品几乎出货地都是中国大陆 也让网友很心急求助如何海外退货 因为卖家要他先退货才能退款 担心运费可能逃不回来 要跟虾皮尔客服去做一个沟通 然后你要矩阵 然后可能当时你下单的这个图片 跟你实际收到的东西 你要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资料去整理 然后跟虾皮尔客服沟通 说这个费用到底要怎么去 去做一个退费 原来网购平台目前退货方式 还是以双方协调为主 如果无法达成共识 才会游客不介入 尤其又是跨国买卖 时间一定会拉长 消费者下单前还是得多看评价 才能避免争议 最保险 曾修成章学 太多了